泰国对话松口后,坏消息传来 越南出现严格信号,美国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明据泰国主流媒体报道 泰国交通部副部长公开表示 中泰铁路合作正在等待总理批诺 且中泰铁路进度将按照最初的计划建造不再拖延 可能很多观众都不知道 中泰铁路一期工程早在2017年就开工了 只不过早开工一年的中老铁路 在去年就已经全线贯通 结果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到现在都没有完工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出在一期工程的某一段合同 因为站点选址靠近世界文化遗产 大成福历史公园太近 所以合同迟迟没有签署 一直拖到现在,这个太近是有多近呢 1.5公里 说实话,这个距离已经是很远了 在很多国家铁路就贴着历史遗迹的边缘通过 都没有人出来说闲话 所以这个合同推迟签署 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在其中扮演着搅局的那些NGO组织背后是谁 大家一清二楚 但真正不想让中泰铁路顺利走下去的 恐怕远不止美国这个外来势力 泰国内部也有问题 但这一切阻力都是因为德崇富南运河项目的落地而被推翻 泰国政府意识到随着中楼铁路、印尼亚万高铁的先后落成 同样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在东南亚旗舰项目中的中泰铁路 在德崇富南运河项目面前已经有些积极可回 如果再想着和中国套价还价 那中国在东南亚的这笔投资怕是轮不到泰国了 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泰国的醒悟并不算晚 中泰铁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在东南亚的布局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况且咱们中国已经投入了大笔资金 当然是不愿意将剩下的项目拱手让人 但凡是讲究一个度 在入境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的耐心是有限的 更何况泰国硬拖下去 吃亏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晚通车一年就少挣一年的钱 但就在泰国的好消息传来后不久 刚刚受德崇富南运河影响 有所回心转意的越南出问题了 根据相关消息显示 越南国防电视台警告 美国政府花巨资投建的越南福布莱特大学 正在成为越南下一次严肆革命的来源 据称该校校长曾经参与越战期间的对越南人的屠杀 而该校有毕业生因为参与颠覆国界而被逮捕 很显然看到越南提升中越关系的举动 美国忍不住要出手了 这些事情的出现其实并不出人意料 甚至早在越南去年加强和美国外交关系的时候 就已经猜到了这一点 在当时有媒体曾经爆出消息 拜登答应给越南的投资 将用在加强人为教育和文化建设 大家想一想 让美国人给越南搞教育 这不就引狼入室吗 颜色革命已经算好了 只能说越南出现颜色革命的征兆 使越南政府自作自受 希望越南领导人能够吃一千掌一致 说到底 东南亚各国政府心里都有自己的算计 这很正常 但留给东南亚的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咱们再见